后疫情时代高雄房价明显升高 有不少区段都已经跨入四字头 而在古山区也因着高雄铁路地下化及轻轨 带动了美术馆周边房市的价格 在美术馆前的景观宅 最高美平已经开架到六字头 美术馆呢 其实我们分成两个产品 大方向的产品来看 一种是有景观的第一排 那一种就是我们一般的大楼的住宅 那如果有景观的呢 目前面马卡道路 看得到山景的呢 其实呢在价格的部分呢 都已经开价来到六七十万 美术馆周边也除了可期待的轻轨及绿圆道歪 也临近医院生活机能方便 根据调查 民众询问度最高的是能够看到山景的大楼 也因着目前的供给量较少 成交十年的中古屋 开价也跟着升高 以新城屋呢 成交的价格大概都来到 三十多的区间啊 那一般中古屋呢 十年多的中古屋的落点呢 可能是在大概 二十三万到二十六万的区间 美术馆附近房价飙升 也让上任短短三年的里长也很有感 他强调这里的人口密度很高 但是只有一所国校 希望能有多的建地 能新建学校 因为目前来讲 我们中山国小一年的学生的入取率只有290位 但是我们平均每一年 每一年的要读小于的小朋友 将近五六百位 所以说将近有一半以上 没有办法就读我们的中山国小 这个也变成了一个 大家必争的一个地方 那我希望说 能够尽量去让学校能够 看看有没有多的空间 能够让学校有更好的一个环境 随着高雄铁路地下化及绿源道工程 接近尾声 在疫情趋缓之际 也让更多人能预约看房 预售及新建案的比例将持续升高 也将继续带动高雄市各地的房价 记者邱正宣黄志玲高雄报道 接近尾声